参观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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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俄对于伊德利布已经成为武装分子老巢 这一点上确实达成了一致 对此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表示 俄罗斯对恐怖分子 在叙利亚伊德利布的存在表示担忧 美国赞同此观点 并愿意就该问题展开合作 其实即使是俄罗斯自己对于定点清楚 也并不陌生 早在车臣战争时期 俄军就利用先进的无线电侦测系统 锁定了车臣叛军领导人杜达耶夫的卫星电话 并在其打电话的时间内 用三枚导弹对杜达耶夫 实施了定点清楚 可以说 真要靠定点清楚作战 俄军至少在技术水平上 和美军没有什么差距 并且也完成过类似的实战任务 在伊德利布之战即将打响之际 美俄突然开始互相谦让 多少看起来让人觉得诡异 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一向互补相让 互相争夺 现在美国突然站出来给俄罗斯之招 并不是美国良心发现 而是美国认为 伊德利布的反对派武装已经保不住了 并且 那里也确实有相当数量的恐星不分子 并不是美国所支持的派别 一旦这些派别逃脱为奸的命运 对于美国而言 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所以美国建议俄罗斯 有选择的清除恐星不分子 而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 和土耳其达成非武装区的协议 也很明显是为了保存实力 不愿意在最后的战斗中伤亡过大 为人说 要大量的消灭敌人 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如今美俄谦让 最根本的是希望对方先出头打击叛乱武装 然后自己坐收渔翁之力 不过 毕竟俄罗斯一直和叙利亚政府军站在一起 所以虽然美俄相互谦让 但是实际上 双方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合作 还是一个未知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